干什么 干什么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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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杀死师尊 勾建魂殿的古文心给我交出来 古文心就是个大魔头 他一路揣进我们信远阁 抢做我们的斗技功法 拿做药师尊的圣武神鼎 你们看看 这就是古文心那个女魔头所赐 还有我身后的兄弟们 他们身上的伤也是他赐的 我想问的是 有谁亲眼看到我的夫人 杀害药师尊了 萧祖长 亲眼看见的 是药师尊的弟子你夫人的师弟 韩风 你快把古文心交出来 要不然 你们萧家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怎么 萧家也想要宝藏 你 纳兰老爷子 云宗主 你们都活着回来了 怎么不告诉告诉大家 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你杀害师尊 喜结兴允阁 叛遍五族同盟 既然说我背叛了五族同盟 做了魂灭生他的奴才 那宝藏怎么会在我手里呢 宝藏在哪里 你说出来 我让你自取了断 萧嫣 娘 萧嫣 娘 萧嫣 娘 我逃回萧家 只是想看看我儿子 你们要宝藏 找魂灭生要去 云宗主 魂灭生 让我给你们五族带来一句话 黑暗将至 你也怕呢 娘 娘 这个是魂约 给老夫一点面子 收回吧 萧叔叔 回婚这种事情 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 若不是为了保全萧家 颜面 我爷爷便会强行退婚 萧嫣 你若为了保全萧家颜面 我们便定下三年之约 三年之后 你来云兰宗挑战 你若赢了我 我便给你为奴为婢 不用三年 不用三年 纳岩燕燃 本少爷已经对你提不起半点兴趣了 看来这订婚宴的酒 是没有人会喝了 也罢 那就请大家 喝一杯休戚宴的酒吧 是萧家看不上纳兰家 爷爷 您请便吧 小颜 你给爷爷解释解释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念作修 因为这份婚约 所以燕燃是我的妻子 但是现在多了这个修子 所以她以后不是了 还没出嫁 怎么谈得上修 这门婚事是我爷爷定的 这份婚约上也有您的签名 从小我爹娘就送了聘礼 这上面 还有我和燕燃的八字 这怎么能叫做没嫁呢 这个字 小子 你想毁了燕燃 是你们先开口侮辱萧家 你把这纸勾给吃了 萧燕 快给署长道歉 好 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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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小颜 我能让萧家的上上下下 从乌坛城爬出去 燕燃 快让他吃了 萧嫣 爷爷让你吃 你便吃了 萧组长啊 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才高兴是吗 对孩子不加管教 任由其胡闹 萧嫣 你想娶人家姑娘 就得护得住人家 连一掌都抵不过 我看这修书 倒应该是燕燃写给你的 严仁 别胡闹了 燕燃 别胡闹了 儿子 儿子 阿兰燕燃 阿兰 三年 三年之后 我会再上元兰宗挑战你 到时候 你们对萧家的侮辱 我会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全部还给你们 记住了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 我齐少 一模一样的 我齐少年酒 好 小子 你是不是真的想去道歉啊 那你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这里面有一只二阶魔兽龙仙 你用清零草的烟把它熏出来 杀了我 如果你能做到 我就叫你斗棋 话还没说完 二阶龙仙 就算是专门烈火魔兽的佣兵团 也要好几个人连神烈火 要是你害怕了 可以向我求救你 但以后呢 就别再缠着我叫你斗气 你不开口的话 我可是不会动手的啊 给你个忠告 定是你自己的 别勉强 要是死了到地底下 记得千万别给你娘告状啊 一 回来 一 켂 氣 吓 吓 铒 锃 锃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家伙 别逞强 你斗不过他的 别 小家伙 别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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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冒掉 王冰 王冰 沟 明远 你 你 你 我要你家 我也杀得了他 醒了 我死了 死了 都让龙蝎扎成筛子了 再不死也说不过去 那我岂不是得跟您一样 一直待在这儿了 跟我待在这儿有什么不好 我可以叫你斗气吗 我死都死了 我还学什么斗气啊 我就想教你怎么样啊 我感觉我没死啊 你小子发来了 这么满满一大池的铸鸡灵液 外面人看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只有我老人家会对你这么好 这些都是铸鸡灵液 你呢 休息一下 等一下磕头请拜师礼 我呢 就勉为其难 指点你一下 我不要拜你为师 为什么 我都答应教你了 你磕个头很难吗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拜我为师啊 我知道啊 可是一旦拜了你为师 那我一见到你就得给你磕头作衣 这种事我可不算 那我没有尸头关系 我就教你 我们两个算什么 算 合伙 合伙 对啊 你想想 你 穿我斗技和功法 我呢 帮你报仇 你出技术 我出人 咱俩是绝对公平的关系 怎么样 你爹把你割药铺还真是割对了 做买卖是一把好手啊 本来就是啊 你说我说的在不在里 在 但是如果你学艺不经 玷污师门 那我岂不是要跟着丢人 所以咱们把话说清楚 学斗技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不许顶嘴 不许反抗 我该打打 该骂骂 你要是抵受不住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绝不后悔 我们萧家一向都是诚信待人 一诺千金 好 那我问你 人的根在哪儿 根 脚下 开口就错 一般人的根在下 修行者的根在上 虚空之处 你把意念集中在这儿 让铸鸡灵液灌满你的全身 怎么挂 闭嘴好好练吧 废话真多 是爷爷 我一定 一定会练成的 请礼 开始 请萧家萧萱儿上场 小心点 小心点 好好好 好 小心点 好 下一轮比赛 由萧家的萧宁 对战加烈奥 加油 是吗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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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云兰宗家里要火射 萧家子弟想要晋级 本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萧家有没有应战的 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 爹 让我试一下吧 宋明的水懂什么乱 您让我试一下吧 这个时候你就憋 你听见着 也许打不过 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 萧家按比赛流程 打完了全场 不会轻易认输 萧家还有没有应战呢 是吗 萧家弟子萧炎应战 爹 不让我上去吧 可不是吗 他好久没有连过功了 族长 怎能不丢这个人吗 像你这样才丢人 听说这小子已经荒废七年了 跑到药坡里炸草去了 萧家为了充术 送个人肉不带给你打 有什么可怕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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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准备 小阳盈胜 小阳哥勁奉 小阳哥勁奉 好 走了 好 drink 好 水 水 水 小狗 少 现在三个赛场所有的晋级名单已出 开始进入第二轮学院排名赛 只要打进前十五名的子弟 均可获得进入嘉南学院学习的资格 下一场萧银对纳兰燕燃 族长 纳兰燕燃是云兰宗的内院弟子 据说已经进身为斗者 斗气星级最高 这不明摆着 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 族长 这纳兰结一定是在搞鬼呀 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 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吗 你打不赢他 对呀 你能打赢吗 去送死去吗 是不是 那兰燕燃 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 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 这是我跟萧炎的事 这一程 该我跟萧炎的 规则上说了 进了前十五名就可以进嘉南学院 对呀 我也姓萧 我也想进嘉南学院 我为什么不能上来啊 来啊 来啊 那兰燕燃 别在这儿装好人了 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 萧燃 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萧炎哥哥 萧老许 没事吧 没事 好 没事吧 小燕 来 来 来 少爷 来 来 少爷 走 走 走 大笨蛋 你替我扛什么 没事呢 萧儿 我要疗伤 你帮我护法 好 下一场 云蓝宗云阵 对萧家萧可 好 慢点 慢点 最后一场排名赛开始 云蓝宗云阵 对阵萧家子弟 萧家还有没有人了 萧家还有没有人了 小爷 萧儿 萧儿 不是 foi 我 我 我 이나 い texting 我 你 아버 我 修典 败了 败了 算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受了这么重的伤 通过自我疗伤 什么事都没有了 而且斗志气还这么高 云阵是我云兰宗的五星斗志 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志气 只有三段小子 此次结果我派已辜 除非有一种 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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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小爷 大家安静 小爷 小爷 你的斗志徒增 绝非常态 你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 私底下用了什么劲要了 策她的斗志 就知道了 策她的斗志 策她的斗志 策 Hold 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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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肖家列祖列宗不孝子孙 肖战今日破例 为我儿肖炎重开斗济阁 愿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诱我肖家免我子孙 保佑肖家长久平安 怒施狂刚虽然属于玄阶斗技 但是练到三层以上 是完全可以与天阶斗技媲美的 孩子 我肖家的怒施狂刚 各位长老都已经说了他的厉害 那是肖家独门绝技 很完美 就算放到整个大陆来看 也不落下风 威力无穷 好好练吧 我练到现在也就开了个头而已 将来还需要下苦功夫 肖家的功夫主要以威猛刚义为主 斗气修为不足 强行修炼是有害 所以孩子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是 萧炎说他要练天阶斗技 各位怎么看 还天阶斗技呢 玄界斗技能练到顶级都已经不多了 这天阶斗技早已是有心无力了 孩子 我觉得天阶斗技你就先别练了 为什么 我怕你修为不足会伤了身体 爹 怒施狂刚我都练了 这次进斗技阁 我要是不学天阶斗技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小年纪初次狂言 整天唠叨着 三年纸约 朕让你学会了天阶斗技 你会把货端引到萧家的 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爹好 今天当着三位长老 你在这发个誓 三年之夜的事就此作罢 为你娘报仇的事也不再提了 否则 天阶斗技你不能再学了 爹 天阶斗技我可以不练 可这三年之约我一定得服 我娘不能白死 不然我这么辛苦修炼是为了什么 你要以天下为敌吗 那是要把货引来萧家的 我萧家岂能容你 爹 道理在我们这边 道理在萧家 萧家为什么要怕 住口 怎么劝你都不听了 你不是我儿子 滚 给组长消消气 消消气 不用我儿子 走你们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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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 I儿子 Mayor match 多虎子 不然我儿子 大长老 好啊 快救火 大长 怎么回事 爹 窦戟哥怎么着火了 聂子 聂子 爹 聂子 爹 族长 你这是你 族长 我告诉你 族长 爹 小爷 你要干什么 你今天杀死了这么多族人 难道你现在 还要杀死你的亲爹吗 杀族人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把你套的斗鸡拿出来 后面是什么 还撞呢 后面有 就是为了这个 你看 你就杀了这么多人吗 小家到底可被你毁一旦 小家千年 怎么养出了你这个畜生 爹 我不知道啊 我 我没有 这件不是我干的 还说没有 臭小子 还敢转硬 你 小家千年的斗鸡阁呀 就这么被烧了 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啊 看到你跟我吵完架 进了斗鸡阁 大长老确定就把他杀了 放火烧了能体格 你还让我说什么 我没有啊 我 你手上拉的是什么 爷 我 我真的我 别叫我爹 跪下 跪下 给我向祖宗认罪 跪下 给我向祖宗认罪 爹 丁庄长老 是我的错 我认 可是这斗鸡 我真的没有拿它 这斗鸡阁 这些 都不是我干的 列祖列宗在天有灵 他们都不会怪我 你 还 还以狡辩 你还以狡辩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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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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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由我萧家 你长大了 你走吧 走 天 别叫我爹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萧战 我萧战 要没你这个儿子 我和你一刀两断 爹 萧嫣哥哥去哪 我就去哪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要跟他走 我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相信他 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要跟他在一起 好 你们都长大了 好吧 走吧 本来你也不姓萧啊 从此萧嫁 没有后了 爹 爹 爹 我 先言客哥 我们走吧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没有 这些是不是我看的 我有没有杀这些人 我听见这里吵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烧起来了 我只见你 从斗鸡阁里员冲出 他们都说是你 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我死也不会碰他们一根手指头的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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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哥哥 我相信你 你这么想 小颜哥 你们也看哦 他们急死我们 你吗 如果我孟弟 我像花眼眉巡言 美不过你的笑颜 少年了长路满满 归化在旧天上人间 山一城 水一城 心上人 隐空长 水眺眺 见闻隐形 苦笑看花 不如预言 流伤幻暗眼眉 只留我空悲悉 大哥 你好 臭小子长这么高了 大哥 臭小子别跑了 来 站住 大哥 过来 别闹了 大哥 别跑 撑住他你去 放开 你这臭小子 你 好了好了 别闹了别闹了 别跑 不是 臭小子 这么长时间不过来 是不是把我们俩都给忘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这不过来了吗 臭小子 来 来 家里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听说了 不过啊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到荒漠里了 就没有人敢叫舍根子了 再说了 家里那些长老说的话 我统统不相信 要不然 我也不可能 跟大哥一起出来 那事真不是我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 这是天高皇帝远 没人说 就算族长追来 我们也照样帮你说话 谢谢 我这一直听说 家里多了一个 天资国色的妹子 小妍 还不快给我们 见上见上 好 轩儿 这个呢 是我大哥小鼎 这是我二哥小丽 大哥 二哥 这是咱家妹子 小轩儿 大哥 二哥好 好了好了 走走走 我跟大哥等着你一上午 肚子都饿死了 走吧 赶紧回家 走吧 走 走 回家吃饭了 走 小妍 小妍 这儿就是出入蛇人国的要道 也是驾马帝国 和出云帝国的边界 傭兵多 商人多 盗贼也盗 你要是喜欢打架呀 可就来对地方了 这这么多贼啊 别听你二哥瞎说 这儿有的时候是贼 有的时候是别的傭兵团 过来抢生意 你二哥那脾气棒 不打架 他就难受 小妍 轩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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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面就是咱家了 随风消失 山水劫 大夫人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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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去我吧 来 喝酒 给我爸 辛苦了啊 东水 来 来 给我爸 给我爸 来来来 这边 歇着吧 好 歇下 大哥 他们刚才叫你什么 这地方的土话 老大呢就叫大拇指 老二就叫二拇指 来 还不快点让开 好 好 给我弟给我妹的腾个地 走 来 让一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把羊肉端过来 来 快点 大拇指 吃饭 吃饭 来来来 吃饭 吃饭 好好好 好 喝啊 大拇指 大拇指 怎么样 没见过爸 没见过爸 没见过 来 这吃 来 接着 接着 拿刀吃 别怕啊 没事 直接上手啊 来一个 来啊 都听着 来 马上 来 这 是我弟弟 硝烟 九岁就有九段斗肆技的天才 太厉害了 真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啊 厉害了 厉害啊 你就是这儿的三慕治 对 喝了三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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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喝酒 喝了不就会了吗 这个 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亲妹子 萧勋儿 她以后就是咱们这儿的 三慕治 放屁 什么她娘的四拇指 人家是千金大小姐 这叫姑奶奶 姑奶奶 姑奶奶 大人事 姑奶奶 姑奶奶 小鼎啊 姑奶奶 叫你爷爷干啥 出云帝国出了一批货 这会儿 把天煞拥兵团结了 老大 让我通知你 这活儿我她娘早就贪妥了 跟你没有她娘什么关系 我们老大说 你们墨铁拥兵团太欺负人了 什么活儿都抢 金山银海 放个屁都有裤裆 咱们都是一个镇子的 就不能互相照应点 是 照应 好像他们团就没有一个能干事儿呢 是吧 是 你们总丢货 要真想要活儿 让她自己过来求我 我没工夫 搭理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滚 滚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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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说了 滚 已经请来一位高手 这次就过来让你们看看 到底有没有能耐压货 早说呀 你们先吃饭 我都要去跟这位高手交流一下 你们萧家在乌坦城里是废物 来这儿装英雄 好笑 好笑啊 二哥 我来吧 你刚刚说谁是废物 我说的是萧家的人 你是吗 我姓萧 叫萧爷 我知道 可你爹已经召告天下 说你不是萧家的人 想不到 你躲这儿来啊 别废话了 要打吗 赶紧动手吧 你这样的斗气 也就高手 英雄 好疯法 都是這樣 好疯法 好疯法 小燕哥哥 我剛才沒有把他打死 你說 我會不會真的打死鬼 不會 你那一下對付那些毛賊還行 對付長老他差點懶了 我就知道我這弟弟不一般 來 乾了 大哥 我真不會喝酒 弟弟 哥哥跟你說 族長的飛鴿傳書我們已經收到了 但是我跟老二都相信 這事不是你幹的 你要真是那樣的人 也絕對不會跑到這荒漠裡 跟著我跟老二混 就從這個 乾了 謝謝你們 可這酒我真的不能喝 我一喝酒 喝了吧 哥知道你心裏苦 喝了酒沒那麼苦了 聽喝的吧 雪兒 小燕哥哥真的不會喝酒 我替他喝也是一樣的 我替他喝喝酒 喝 cider酒 喝醉酒 喝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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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俩别动啊 是天上英兵团 这是阴魂不散 追到这儿来 把你们从乌坦城 借来的兄弟喊出来让我们认识人士 就凭你 萧颖哥哥 萧颖哥哥 反正他现在已经不姓萧了 你们兄弟俩何必苦苦护着他呢 我听从加马帝国来的商人说 他结了萧家的斗技阁 身上宝贝多得很呢 应该见面分一半是不是 老二 人家想要咱们家老三身上的宝贝 你说怎么办啊 怎么还有芸兰宗的人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呀 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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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没事吧 没事 咱们兄弟阁的人也来了 你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交给我了 三弟小心 能不能 你怎么会我们 星运阁的斗技 来 药臣 药老 你怎么称呼他 药老 药老是我们幸运阁的祖师 我们辈分不够 只远远见过他 不曾得其清传 刚刚得罪了 要杀就杀 别装什么好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你是肖战的儿子 也是古师姐 是那叛徒古妖女的儿子 你娘背叛师门 你比你娘更厉害 连家门都敢背弃 果然是一对好母子 你背叛家门 背叛家门 背叛家门 说得好 说得好啊 谁让你在这里 胡说八道的 小爷 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只是想激怒你 一个背叛家门 一个背叛师门 妖女 没有 贪图 大哥 你别管我了 我是你大哥 我不管你 谁管你 你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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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下败将不是我的风口 今天我就暂起放你一马 倘若他日再让我见到你 心愁就愁一起算 滚 你别管我 跪下吧 十二年前 我和你二哥 奉族长的命令 来到塔戈尔荒莫 开闯萧家的分支 今天这儿第一次来了 他的主人 萧嫣 这是你的造化 更是你的责任 这是什么意思 来 你不是想知道答案吗 这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答案都在里面 这里边有答案 有 不过代价非常大 什么代价 什么代价 族长说 你若死在这地下 将不会再有新的 萧家子弟进去 这儿将永远被封存 保重 爹爹 祝你好远 你们不进去吗 大哥 二哥 可以忍不进去 我 我是你 你 我 你们 小家的都几个 组长说 你要从第一层下到第五层 有一位小家的先祖 他的惊魂未灭 你要拜见他 才能有自够回来 全都没有封印 天啊 崩尔 放开 走 来 再来 发几步 一会儿是萧家的斗技 一会儿又是星云阁的斗技 不成体统 你是谁 萧战那小子留书给我 说你是萧家 最后一个有天赋的子弟 我看你这乱七八糟的功夫 真是让人失望了 萧家子孙孝爷 叩见先祖 起来吧 先祖 我大哥说 萧家墓地里面 还有一位先祖惊魂未灭 没想到你 竟然还活着 请问您是哪位先祖 连我是哪位祖宗都不知道 就给我磕头啊 你这孩子 也倒好笑 我是萧祖 萧 萧祖 萧家west 你那您 快一千岁了 怎么 觉着我是个妖怪 不敢不敢 跟我来 比你还老 我年轻的时候 带领族人跟随斗帝诛灭魂殿 当时吃了一种斗帝钦刺的丹药 这种丹药可以让人进入昏睡 每一甲子苏醒一次 每次苏醒三十天 这次刚好是三十天之期 我已经醒了很久了 你怎么刚下来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路贪看斗技与功法 所以才迟到了 就你这乱七八糟的功法 斗技也不足 看来有什么用 我呢 虽然斗技不足 但多学学斗技与功法 总有一天会有用五支地的 口气倒不小 像我萧家的人 来 把你学过的斗技 练出来让我看看 是 你这也算斗技 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你这也算斗技 你还有二十八天的时间 打得过我你出去 打不过我 你留下的没务 直到下一个萧家人的到来 哦 拿什么啊 就你这两下子出去也敢说是萧家的子弟 别丢人了 别丢人了 上面斗技格里全是萧家斗技的精髓 别人想都不要想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怒施狂刚 看清楚没有 没有 这么简单都不会 老祖宗 您不能只出招不教我呀 您 您还是得把窍门告诉我的 狮子是斗技凝化所长 您往外送气的时候 要做到收放自如 狮子的行就是斗技的意 行意要合一 今使用刚弄之力是不行的 是 我 我先去看看书房 回复 跔吗 我要过 richer 比起活登 是 我要过 unmute 遗忘出现 离心 Lux 我要过两 天地的圣 哈 我不後退 我要过 writer 再没有更加可怕 Steve to turn 优优狂 杀优狂 您这袖子欲绝 是什么斗技啊 萧家的流云十三世 想学吗 您等等啊 我再去看下书 我再去看下书 老祖宗 您在做什么呀 我再给你打张床 我来帮你 不用了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睡地上也行 一睡六十年 地上很潮的 对身体不好 睡六十年 对啊 我们说好的呀 你打不过我 就要在这儿陪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是出不去了 不是 到时候我分你一颗丹药 六十年后 咱们一起醒 接着学 接着练 你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 什么时候出去 您是在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去那儿看看都多少天了 你去那儿看看都多少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不行啊 老祖宗 您您都已经修炼了近千年了 我才十几岁 您这就是欺负小孩 孩子啊 你爹说得没错 你的底子确实不错 不过要求你在三十天内打过我 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所以啊 咱们不着急出去啊 你在这儿陪我睡一个夹子 两个夹子的 说不定就能打过我了 这床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不行的 不行的 老祖宗 我 我不能留在这儿陪您睡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萧家现在也很危险 我必须得出去 怎么危险了 你说给我听听 据说我面生现在 已经冲破了封印 即将进攻斗骑大陆 萧家作为五族之一 首当其仇 我如果睡一夹子再出去 萧家 说不定到时候都已经没有萧家了 没了就没了 你不是还在吗 你在 萧家就在 不行 那 那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呢 我必须得出去 老祖宗 您就别留我了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出去了 你能救得了他们吗 孩子啊 只有活到我这个岁数 才能明白 人事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谁家兴旺 谁家败老 那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阵波澜 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吗 海是你的本事 你的斗鸡 你把斗鸡阁里的斗鸡都学会了 你成为斗圣斗帝 那你 就是天下第一 到那个时候 你想让谁家兴旺就兴旺 你想让谁家败落就败落 岂不是比现在痛快 年轻人 目光要放远一点 能让我做天下第一 你还年轻 你要继承我的衣钵 把萧家的斗鸡 发扬光大 三花聚鼎五心朝天 斗鸡从丹田出境背后脊椎过十三重楼 入后脑过梵鼎穴经闻香穴 入咽喉过气海再入丹田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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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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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几方 臭小子 敢在你老祖宗面前 用魂殿的斗技 你不怕我打死你 你还敢笑 你以为 你用那些绚人耳目的邪术 会很高明吗 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步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我真是太傻了 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技阁 我就被那些斗技所困住了 那些斗技虽然是好 但又有什么用呢 你敢说我们萧家斗技没有用 对敌之事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什么合适用什么 何必分你的斗技 我的斗技 斗技本就是天下功企 门派之劫 正邪之分 不过是人们一向 锦鱼编出来的罢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会成为一个 斗技阁里的活死人 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 现在我可以打败你 此经一世王受火 不错 此火来自高杰魔兽 生性霸道 且极具毁灭性 不过此火对我没有 你还要其他的招吗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竟然有在日月同徽之时 在极寒与极阴之地出现的 古灵棱祸 受我而难得 也有我更难得 你能收复这两种极其罕见的火 说明你天赋一灵 我们萧家 后继有人了 住手 这两种火生性排斥 有如宋一般极不相容 合在一起会爆炸的 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 你快停下来 别过来 我可以的 可以的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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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廉地心火 此火来自地心熔岩之中 十年成年 百年成心 千年成年 大成之事 吉色偏青 连心生一簇轻我 顾鸣 清廉地心火 你输起来吧 快输了它 不如最坏 这有很危险的 三伙相助 三火相容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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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祖宗 我 小子 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 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 再扔出第二个莲花 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 他也会狼狈逃脱的 恕我无理了 老祖宗 我啊 根本弄不出第二个 这第一个火莲 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所有的斗气了 是啊 你的斗气 没有达到斗黄的地步 想扔出第二个也难 不过仅此一个 足以惊世骇俗 惊天动地 你是从哪儿学的 是我自创的 在我的刀一伙之后 我有试着玩过 我将古灵冷火和瘦火融合到一块 扔出去让它爆炸 威力巨大 不过 今天这三火相容 我也是第一次 我刚才看你的样子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就像一尊佛像 盘坐于青莲之上 神少而不可亵度 你给它起名字没有 叫佛怒火莲 佛怒火莲 天下至尊至大的 莫过于佛祖 至刚至阳的 莫过于异火 传说佛祖一怒 喜倾天地 所以我才起这个名 了不起 这一招 担得起这个名字 多谢老祖祖 今天 刚好是第三十天 我 这次 算你赢了 我要谢谢你 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我千百年来 却没有想清楚 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斗魂的境界 是天下公认的天才 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 我当时的梦想 就是炼变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 成为天下第一的斗争 这种执念 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 以至于惊魂不散 争纷独妙 倒是你说得对啊 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火死人呢 是我自己吃了 别啊 老祖祖 是我胡言乱语的 能不能 读书有书呆子 练武有武呆子 我也是刚刚明白啊 张嘴 这 这什么药啊 该该该该不会是 别担心 我说过你赢了 就不会留你 这是天下只有两颗的九品呆药 我一颗 你一颗 关键时刻 能还魂续命 还魂续命 就是你可以死两次 六十年后 记得来看 跟我讲讲 外面那些事情 是 老祖宗 六十年后 萧嫣一定来看你 到时候咱们好好地打一场 多谢老祖宗恩典 不坦承萧嫁 小爷 拜膳 今日是云兰宗宗主 新老传承的大喜日子 你来何时 来赴三年之约 少宗主 今日大典 这等不知趣的东西 让弟子们 打发了吧 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一点恩怨 不如今日便了结 三年之约 我来了 你狠守信用 当年 你带给萧家的退婚之辱 今日 请一并还回来 这三年里 我反复想过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大概还会那么做 不过伤人非我本意 还请你原谅 你我一战 生死 各安天命 来吧 那兰燕燃 伤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議 baixo 紧 赞 赞 油 啊 因 films 少宋主 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窦王岂边了 终于拿出真本事了吗 这么多年 天天伪装 不累吗 这小丫头骗子竟然精进到窦王了 你真是不低啊 阻气还真是不低啊 隐藏得够深的 被他骗了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 宗主早就知道了 他代艺从师 在迦南学院 在云兰宗 这一切都是抢的 难为他了 小小年纪 就坐毁这么多年了 真是虎狼之心 我再回大 小妍 定胜风吧 隐随施浪全 披药室 女儿 女儿 爸 起 报 你输了 按照当年约定 我似该给你为怒为毙的 你早就该想到今天的 是啊 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三年 我一直都在输 我对收你为毙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只不过输了一次 何必这样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 末期少年久 女儿 爹 来 少宗主 来 到这边留上 爹 你要是不想让你的女儿 成为一个短命的宗主 我劝你还是少说两句 你觉得呢 请少宗主放心 只要吃上我一颗丹药 斗气就可以迅速恢复 但是也请少宗主明白 如今你对老宗主 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所以识相的 还是尽快地 把纳兰家的古语 交出来 你不认为一颗丹药 哪儿 也应该是尽快 也应该是尽快 不认为乎 今天我上云兰宗 有三件事 第一件 便是这三年之约 而第二件 就是替我娘报仇 洗清她的冤屈 你娘 顾文心 当年 你们为了新运阁的宝藏 恶狗一样扑到萧家发难 云兰宗 纳兰家 新运阁 为虎作长 同流合污 逼死我娘 你们以为这笔账 我忘了吗 小爷 你不要说大话了 就凭你这点斗技 就敢挑衅我们云兰宗了吧 这么说 你是承认了 小爷 既然你拿这件事情来发难 那我就跟你论一论是非 当年我们围攻萧家的时候 不是为了星运阁的宝藏 是为了给前阁主耀臣报仇 你娘害死了师父拿走了宝藏 是她自己说 宝藏 早就交到魂灭生的手上 天下英雄皆可出来作证 你娘如果真的有冤屈 那又何必畏罪自杀呢 你说你娘不是叛徒 拿得出证据吗 如果你拿得出证据 如果芸山 带领芸兰宗所有的弟子 到你娘坟前 自问 拿不出证据的话 你休想活着出去 可笑 弱娘她真是叛徒 她拿了宝藏 又何必自己回来 被你们这些蜀辈所逼死 我爹当年 听着狱族衰落自费斗气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何况 若我萧家争得了什么宝藏 自己练了 或者去投靠魂灭生 不都比现在墙上百倍 还轮得到你在这儿说嘴 轻者自欺 天下自有公道 而且 陷害我娘 杀害要老的真凶 我已经查出来了 这个七世灭族的混蛋 他就是 韩风 当年五族出征 就是你倒戈魂殿 还得五族那么多英雄惨死 还得我娘和药师尊王死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在为魂殿效力 一直都在与天下正道为敌 我说得对不对 韩阁楚 你才是 你从小仁 去 伤心 我 此虚至极 还自己跳出来招人 这套斗技 是你魂殿主子教你的 叛徒之子 四虚多言 桗格主说得是啊 我燕落天站在你这边 狼带为箭 一起上吧 你废了我的斗技 你还不如杀了我 杀你 你也配 云兰宗立派千年 不像今天竟有此劫 小子 你的戏该唱完了 如今斗气大陆 妖气横向 云兰宗不仅未见一人出寨 你身为五大家族的领袖 我硬说你要闭关修炼 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 你云兰宗已经投靠了魂殿吗 你想死 但他在各派英雄面前 污蔑云兰宗 是魂殿的爪牙 你只派云兰宗十三长老 你 灭我萧家满门 抓走我爹交给魂殿 我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 建成了你剑下的亡魂 今日我上云兰宗 第三件事 便是替我萧家报仇 让云山掏公道 云山老狗 下来受死 赴朕 云烟布日阵 云烟布日阵 下来爹 不还剑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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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来 来 云山 你背弃武卒 投靠魂殿 灭萧家满门 秦组长萧战 今日我古卒 就要替天行道 与你不死不休 古卒龙母 你管好自己家门 云兰宗之事 与你无关 我自幼萧家长大 如同亲生 倒是你 投靠魂殿 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吗 相儿 不用跟他废话 你们两个半大的小孩子 竟敢血口喷人 你们真的认为可以在这里 抖威风吗 小爷 你联合古卒龙母 对云兰宗 星韵阁 甚至是纳兰家 挑起纷争 破坏武卒联盟的情谊 你才是叛徒 你才是叛徒 别有用心的小人 还在狡辩 不待我把你云兰宗踏平 我倒要看看你的主子血宗 抽不出来管你 绑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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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染族殿前将军 莫巴斯 参见蛇王 拜见蛇王陛下 不是让你们不要来了吗 蛇王有恩于蛇人国 您有难 我们岂能做事不管 言出必行 有恩必报 这也是女王陛下的意思 多谢了 都到齐了吗 帮你的人都不少啊 既然都来了 要都不要走了 变阵 接阵 再打 再打 zombie 别打 ring 杀我全族 活到头了 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 他不肯把古玉给我 我只有让他去魂殿祭坛 让他好好地想想明白 你就跟你爹一样 倔脾气 我看我把你挂在祭坛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怎么去 天火三玄殿 天 地 殿 抬起来 你可不可以 你不想去 这种狮子 他要不想去 所以这种狮子 我看你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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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样的功夫啊 无极便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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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现在让你尝一尝 赢了云兰宗十三剑的滋味 就这手子 挑起五族纷争 想毁了我们云兰宗 杀 想毁我云兰宗 我罢了你的品 终于出来了 哪位是折云首 我是 是 就是你 什么狗屁窦皇强者 就是给魂殿做奴才的软骨头 今日 整个云兰山 就是你们十四个人的棺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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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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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爷 从来都不是这种 卑躬屈膝的人啊 说得好 小子 我早就说过 我已经准备好 要为那个人付出一切 如果今天你能活下来 你一定是那个人 让我们再送他们一份大力 让我们再送他们一份大力 三千雷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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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火炎 中文字幕 李宗盛